接下来要看的是字串函数 字串函数 其实JavaScript的字串 大概还是有点像C元类似 但是它很多都比较高近 就是说你要取DI 长度就是Lens 圆形这个是JavaScript的物件导向特有的东西 之前其实已经有介绍过JavaScript的物件导向 因为就不再重复 CharAt取得DI的字元 CharCodeAt取得DI的字元 unicode 两个不一样,一个是传为字元,一个是传为整数 JavaScript里面的字元和整数是不一样 像C里面把字元本身就是一种整数 那Concate是两个字串连接 从CHRARCode 就是从一个码里面把它转成4 那Indexal就是传为字串的位置 LestIndexal就是从后端开始扫描 第一个字串的位置 现在的程式设计人员几乎都会用这位表格 如果不会的话又变成一个很明显的标记 让人家认为说你其实不太会写程式 另外Search 搜寻正规表格是Slice切出字串 那比如说Slice固三个切出缝端三个字 那这里开始把负也当成一个意义 Split就把字串做分割 而且可以根据正规格拉斯来分割 Substrain就取得直字串 Substrain有两种 Substrain和Substrain Substrain是以长度当第二个参数 Substrain是以结纹当第二个参数 所以两个都不太一样 那ToLocase转成小写 ToArgocase转成大写 Value 转为它的原型值 就是那个字串 那这边有一个例子 把这些函数都呼呼叫了一遍 我们直接执行一下程式 那这次执行的程式 它是把这些函数 从Lens ChI 一直到最后Value 通通执行一遍 你看到ToArgocase就变大型 ToArgocase就变大型 ToArgocase就变小型 那么一个的意义 从翻例来看就会很清楚 那这是有关于自算的部分 那正规表达事 待会再看看 那正规表达事 命令列 和写入档案 这些我们待会一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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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